每天要工作八个小时,但是一个月的薪水竟然只有2600块 有七名曾经在高雄一间文理补习班的教师上劳工局来投诉 说业者假借培训师资之名,但是却行剥削之时 非但没有实际的师资训练,还向老师扣除8000元的教材费用 让这群教师直说根本就是压榨 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,一个月薪水却只有2600元 七名受雇在高雄某文理补习班的教师气得翘脚 控诉业者假培训之名,请剥削之时 不是啊,他七八月份一万多块,可是最后呢 他把他扣到剩下600块元 为什么被扣这么多 据说呢,就是我们的教材费两本需要8000块 那我本人被他扣了一万多块 是免费的培训 那这个当然没有薪资 但是我们派他去上课 几堂课就是多少费用 一堂课400元却还得扣下昂贵的教材费 但业者口中说的私资培训却是这么一回事 很多人他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下午5点 他们都被要求要在公司帮忙 可能编写教材或者是帮忙做课本,做联络簿 把教师当廉价劳工,没有私资培训 薪水也低于基本薪资一万7280元 七名教师受制于不合理的契约约束 只要没满一年离职就得付上100万的违约金 现在他们向劳工局投诉 只要查证属实,业者将被开罚